大家好 最近台湾远久日本留学的长跑天才 钱子吉在4月29日在熊谷市举行了一场3000公尺比赛上 以8分24秒01 大幅打破了台湾U18的3000公尺记录 为旅渔的知己 以及台湾长跑界打下强新增 虽然这个成绩已经是相当恐怖了 但他在同组中 只跑在第11名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同组的其他选手是成人选手 其实全部都只是高中生而已 而且这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比赛 很多日本的高手都没有参加 但8分24秒01人前十都经不到 可见日本人的长跑实力有多恐怖 如果这是非洲人的比赛的话 大家一定会说是基因的问题 但是日本人跟我们一样同样都是亚洲的黄种人 日本大部分高手都没有混血 是纯日本人 所以肯定与基因没有关系了 那就很好奇 为什么大家的基因都一样 同样都是黄种人 那我们与日本人的实力相距这么大呢 而今天就会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日本人的实力呢 阿斯群胸主要有以下这三个原因 氛围 支持 武士道 第一个原因是氛围 日本从小学就开始大力推广长跑运动 尤其在入洞后 从小一到小六的学生都要进行动机难寒训练 距离从二到四公里不等 而且老师们还会带领着学生绕操场跑步 小朋友看到同辈们纷纷参与这项活动 自己也会无意中被影响 从而培养出对跑步的兴趣 而到了国中就更夸张 其中其父先高三四的一家学校 更会每年规定国三的学生 都要参加一次远竹 大家猜猜远竹的距离是多少 是42.1.5公里 对 你们没有听错 是一个马拉松的距离 在2022年时有88名学生参与 而且每位学生都是非常享受过程 面露少容 而通常想成为一名常跑运动员的学生 在此时已经接受了一定时间的常跑训练 所以在高中时期 五线路只能跑到14分 15分台的跑者随处可见 甚至有些怪物选手能跑到13分 而令他们愿意接受客户训练 主要是因为在媒体上看到日本各路明星跑者在赛场上的音质 自己将来想要像他们一样成功 不断有新的榜样树立给新一代的年轻人 形成良心循环 与之相比日本以外的大部分亚洲国家或地区 却只装着在学业 或被新闻上所报道的措死事件吓到 而不重视断念 学校没有推广的话 自然也只有很少人会从事这项运动 也没有榜样树立给新一代 形成二星循环 第二个原因是支持 相信各位跑者对此能深深感受得到 在跑圈里常常都听到这句话 跑步能当饭吃吗 这句话已经刷掉大部分的跑者 但在日本 跑步真的能当饭吃 只有你愿不愿意跑而已 日本有对跑者经济支持非常完善的十一团制度 每位出色的跑者在大学毕业后 随机会在十一团取得一份工作 而且工时比普通商班短 多出的时间 来让跑者训练 再无经济顾虑下跑者们就能全新训练了 而在日本以外的大部分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运动员 在大学毕业后只能很无耐的因经济压力 导致被迫放弃经济生涯 或者打全职的工作勉强维持训练 但周期及训练的系统性已经大受影响了 成绩也自然比不上全新训练的日本人 第三点是日本人独有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精神 在日本流传已久 当中包含了勇气 自律 科技 名誉等精神 武士道精神对现代日本人的影响很大 而当中最相关的 是名誉 对一名武士来说 名誉比性命更加重要 战败或输掉 就代表是一名失去名誉的武士 失去名誉的话 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了避免失败所以凡事都要经历 而长跑包含了大部分武士道精神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长跑在日本那么流行的原因 而运用了不少武士道精神的跑者的标志性人物 是川内优惠 如川内优惠 在2012年的东京马拉松发挥不由理想 他赛后以剃头的形式 在记者会上公开盗窃 来让自己记住这次的死欲 激励自己要变得更强 之后向大众证明业业跑者透过努力 是可以战胜职业跑者的 另外 他在参加超过100场的马拉松赛事中 没有1场17赛 其中在2020的黄金海安马拉松中 即便腿不失他也坚持完赛 绝不放弃 却会以3小时57分39秒完赛 而这种精神 已经深深根植在日本人的心里了 但亚洲其他地方却没有一种精神 能像武士到那样 能成为跑者们强大的精神支柱 自然不会有日本人的毅力 而努力程度不及日本人 就造成基因一样 但后天却有这么大的差距 虽然以上这3点是日本人的长跑 能征服亚洲 及大部分欧美地区的原因 但同时也是他们未能称霸世界的原因 就是因为日本人过度讲求努力 意志力等方面 在训练上往往都是使用 沙迪1000 支损800的跑法 不少明星跑者在大学时期的跑量 甚至超过马拉松之神 LDR KEEP JOK 这种训练态度的确能令选手们在早期时进步神速 但对长远发展并不好 不少选手在大学毕业后 因厌倦的这种训练 而选择退役 继续跑的也有可能应受伤 或者心理捐贷而提早退役 所以很少会看到日本有超过30岁 还能继续突破的长跑运动员 而我们看到的 大部分都只是健康的运动员 而不是巅峰的运动员 好味道的巅峰奇就退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 能称霸欧美亚 但却不能称霸世界 虽然说我们现在 还会能跟得上日本人的步伐 不过不代表将来也跟不上 因为台湾新一代的运动员也有明显进步 除了减脂节外 5000米 100米分别跑进14分 及30分台的徐立宏 800公尺打破150大关的 连岸一等等的选手 都是有很大的潜力 而且最近田径氛围有越来越好 这些选手 也可以成为下一代选手的榜样 对选手们的支持 也比以前多了不少 加上现在的训练方法 比以前进步不少 相信是有可能挑战日本的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不知道大家对我今天影片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留言咯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来到这边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并且分享 看下来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 喜 ding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